近来可好,分别有些时日,在此重逢,不胜荣幸。 此前一别,我便孤身游历,行至天穷市南郊城区后, 我觉察周遭情况有变,鬼秘灵异事件平线,似有萧萧作祟。 面对此事,本姑娘自然不能放人不管,行侠仗义乃我等义不容辞之事。 不过,至于我是如何敢跑敌人的,且容我卖个关子。 喂,干嘛那样看着我呀? 唉,好吧,我承认,这都是从叔叔先生那里学来的,毕竟,这样听起来比较厉害嘛。 总而言之,在天穷夜行录活动中,我们除了可以一起锄枪扶弱,快一恩仇外。 呃,我只是想和大家说一说我的光辉经历嘛。 好吧,那我们就回归正题。 在天穷夜行录活动中,你将可以体验一款极具特色的电玩游戏。 对,就是我非常喜欢的那款。 舰长将在联机游玩的模式下,凭借机免的反应,或是对于游戏关卡的理解力来达成通关。 排名靠前的舰长还将获得更为丰厚的奖励哦。 天穷夜行录的活动关卡虽然令人眼花缭乱,但总计可以分为三类。 分别为竞速类、生存类与得分类。 不同类型的关卡获胜条件不同。 就拿竞速类关卡来讲,在最短时间内抵达终点的舰长自然就是优胜者了。 如果每次都表现优异,舰长还将不断刷新自己的记录,达到全新的高度。 此外,生存类关卡则需要舰长尽可能久地保持存活,而得分模式下的关卡则需要舰长将目标设定为达到指定得分。 天穷夜行录每天都会开放多张地图关卡,舰长在进入游戏前可以来回切换并进行查看。 不同地图中还会有特殊的技能供舰长使用。 恰到好处的技能释放,可以帮助舰长有效干扰对手,从而获取胜利。 不过这些技能也是有冷却时间与使用次数的,请谨慎使用哦。 进入地图关卡后,舰长将有可能遭遇各式趣味机关。 移动的转盘,晃动的摆锤,滑不溜出的地面,还有极其危险随时会碎裂的地面。 这一切都将为舰长带来全新的挑战。 也请舰长在面对不同关卡时采取正确应对措施并得以顺利通关。 舰长可以通过在天穷夜行录内创建房间,并邀约好友一起体验活动。 进入匹配后,舰长将与其他十余位舰长同台竞技。 如果舰长可以提前通关,则还可以悠闲地通过观战系统来观看其他舰长的游戏视角。 在游戏中胜出并不断刷新自己的记录,可以提升舰长在游戏内的积分。 持续获取积分还可以解锁部分全新的角色形象。 解锁后获取的角色形象虽然没有额外增益加成,但却能向其他对手展示自身实力。 毕竟,这才是属于高手的象征嘛。 提升积分还可用于解锁勋章。 在解锁后的勋章上,还将为舰长记录下在游戏中所获取的最高积分。 另外,参与天穷夜行录,还可以通过兑换获得水晶,与无限世界之蛇的全新服装哦。 修身的长裙,神秘的面纱。 哦,我知道,这就叫异域风情对吧? 那么,本姑娘的介绍也就先到此为止了。 他日江湖相逢,你我当再延欢解愁。 今日,咱们就死别过。